好的,我们接上一个教程 主体部分我们在完成了之后 就要进行什么?袖子的编织 首先来说,袖子这一圈 我们一共给它起了多少呢? 40帧 起完这40帧之后 我们就环形地继续编织 之前给大家说过的阿尔巴尼亚的 螺纹针 看,这部分的高度 一共给它织了10厘米 织完这10厘米之后 我们就给它改织了 改织了什么?正针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改长了 环形地一直往上跑正针就行了 但是,同学们注意 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 在这个位置 就是绣叶处 就是你从叶下 绣到绣口之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要做什么呢? 要给它加针 怎样加呢? 我们要每14行加一针 一共加4次 就是隔13行 第14行加 其实也无所谓 你是少两行 或者多两行都没事的 你只要记住 你最后加完以后 总针数增加的是8针 你就理解这个加针了 同学们看 我们每次实际上一下 就加出两针来 因为你是环形枝的 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枝片的话 就在两边 各加一针 一共加4次 这边4次 这边4次 那就是这边4针 这边4针 一共多出8针来 好 当我们的这个袖子的正针部分 已经达到34厘米的时候 就是这块 够了34厘米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要给它减液下了 首先来说 液下的这个位置 就是挨着你加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给它连前再后 各减4针 加一块 一下你能把8针都减去 为什么? 因为你是环形枝 好 这时候 减完这8针之后 你就变成了往返枝了 往返枝 在起始针的位置 就是你剩下的针的开始和最后的位置 我们还要减针 每两行减一针 一共减12次 也就是各一行减一针 各一行减一针 减减减减减减 这边也如是 你看 另外一侧也如是 你看 在这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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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减针方法 最后 你剩下了多少针 直接平收就行了 然后按照这个方法 织两个袖子 俩袖子一模一样的 你看 最后 把你这俩袖子 一起 与 这两个大窟窿相逢 合在一块就完成了 简单不简单 由于毛线 以及手工之本身带来的弹性 以及我们对每一个位置的帧数 以及它的弹性和厘米数之间产生的这种 非常正确的这种关系 所以才能够形成我们现在 看到模特穿着以后 穿着以后的那种非常合适的效果 好 如果喜欢这款作品 请大家欢迎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编织大学圈 那是一个VIP的圈子 如果大家加入之后 可以写上你的身高体重 我会免费为编织大学圈的VIP会员 设计这款服装的帧数尺寸 你编织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问我 我会主动的回复你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觉得教程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